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今天有小同学到现场 就知道我们的话题跟教育有关 我们先请上两位 我们请的嘉宾好不好 现在有请中关村三小校长 刘可 亲 亲 好 欢迎 你好 你好 你小时候放大来吧 好 欢迎刘校长 您请坐 我们再请上一位来自北京英国学校执行校长 麦克恩布里先生 我们掌声欢迎他 有请 我们今天的话题跟教育有关 开始之前先请大家看一段 学校现在的孩子是怎么上课的画面 来 各位请看 今天来到中关村三小 正好赶上这里六年级学生的一节数学课 起立 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学生成为了这节课的主角 老师反而靠边站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汇报数学综合实践活动调查报告 这是我们的第一阶段 群测群立确定主题 3月5日在老师统一下成立小组 3月9日小组被经过大家集体调查 确定主题 小学生电脑成立情络调查 听了一会儿总算是明白了 原来这是一节学生专题调查的汇报课 孩子们运用他们在课堂上 学习到的数学知识 深入生活 调查他们感兴趣的话题 这条约我们是全部男人小组 所有人都喜欢玩电脑 所以我们才选择电脑同学上一篇 这个话题来进行我们的调查 这条约说孙几峰 这本来土地是个东西事 我自己和他土地完了以后 让他交给孙几峰了 反正土地完的职业也没有 但是这里都是在算数 还有数捐子 所以在这点 六零级同学 将来你们也会做这个活动的 好 我们今天对话的两个城市 分别是北京和伦敦 我先问一下刘校长 因为我已经离开学校很多年了 看现在的孩子上课 跟我们那时候竟然不同了 学生给学生上课 现在的课堂和过去有一些不同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课堂的学习交流者 所以在今天的课堂会看到我们非常多的孩子在和老师之间的对话 不是像过去老师把一个知识装到他的脑子里就行了 而是老师会把他引到前面来 把你想说的 把你理解的内容 告诉大家 而不是只告诉老师 那这些课堂上都让我们的孩子 有了更多的发表自己想法的机会 这是一种课堂教学的进步 好 我们台下呢 还有一位老师 我来介绍一下 来自中关村三小的数学老师 杜真老师 欢迎他 孩子上面上课 那就是什么样一个感受啊 这个班学生我四年级曾经教过他们 现在他们上六年级了 我觉得孩子们成长让我感觉到很震撼 而且孩子们这些合作的意识 然后展示的方式 而且让我感觉到 孩子们真的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 真的是成长了 进步了 让我感觉很欣慰 你有给你的同学上过课吗 有 我们班级每次语文课之前 都有课前三分钟 就是同学们自己做PPT 然后给同学们演讲 你还会做PPT啊 同学们都会 你给大家讲过什么课呀 我讲过一个关于河豚鱼的 河豚鱼啊 孩子们喜欢这样上课吗 我觉得挺好的 每次同学们讲很多 老师几乎都会给我们评价的时间 就会把自己想说的对于这个想法给说出来 比如说你的同学给你上课 你会觉得我们都是同学啊 为什么你能给我讲课 不是 每个同学都有机会 从一个学号 第一个学号开始排 然后这个学期大概每个人能讲两次 都能评价 都能去告诉他 能给他提意见 能告诉他好处 刘校长 我听说还有这个家长给孩子们上课 对 我们有一个家长的书香讲堂 就是家长根据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他职业的特点 把社会上的不同行业当中需要用到的一些知识 以及做这项行业成为优秀者的一些品质 通过这样的课堂方式来带给我们的孩子 家长给孩子讲什么呢 讲的挺多的 比如说建筑 一个讲服装设计 有的时候他们也讲的一些就是文化礼仪 还有像他们语文方面的这个书香讲堂 都是请的文学方面的大家 有讲古诗词的 有讲长头诗的 也有讲对一些文学作品的赏息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家长来走进学校 也是一种课程资源来共同给孩子们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课程 这个好像我小上学是没有这样的受教育的经历的 这是多长时间了 这种教科的方式 应该有两三年了吧 这个教科的方式 它也是慢慢添加的一些课程 随着儿童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变化 随着我们老师观念的不断更新 不断的去添加一些这样的活动 不是像过去那样很固定的 你不能做了 虽然今天的这个课程还是有非常好的张力和灵活性 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包括我们的家长 能够比较好的对接在儿童生活的每一天 周老师 你的数学课在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跟以前不同的教学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讲四年级的小孩讲大数的认识 讲估算 我就领着我学生上操场上数花盆 有上万盆 让孩子们跟小组去数 这也是数学课嘛 孩子们比较喜欢 台下哪个孩子你带过 好 你听杜老师讲课感觉怎么样啊 上了怎么样 杜老师讲课特别的有趣 那次是讲数学中比的知识 首先是用自己的身高 比姚明的身高来比的 然后呢 从自己的身高和姚明身高的比推出 我的身高能到姚明的哪个部位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好 谢谢 我觉得你说话也挺有意思的 北京英国学校位于北京市顺义区 虽然地处北京 可这里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 完全跟伦敦的学校一模一样 学校里70%的教师都来自英国 这是小学三年级的一个班级 正在上语文课 今天上课的内容是 我心中的英雄将会遇到的挑战 在这里 收课的地方是教室的一个角落 所有的孩子都洗地而坐 课当尊为 轻松而随意 上课过程中 孩子如果遇到问题 可以随意发问 与老师进行讨论 孩子们靠着自己的想象力 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堂挑战 刚才我们也看了英国的小学 他们在上课时候的一些场面 那接着下来 我们跟麦克先生交流一下 英国的小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他们都坐在地下 这怎么可以坐在地下上课呢 然后 学生在上课后 学生在上课 他们会分成小组 基于学习的方式 基于学习的方式 学习的方式 学习的方式 我们觉得这会给大家一个机会 学习的方式 所以我们想 当我们看着孩子中心的教育 我们想要通过学习的技术 留学习的方式 学习的方式 学习的方式 刘校长 你看 他们的孩子坐在地上听课 听起来好像特别的 咱们觉得叫自由 或者严重点 有点散漫的感觉 我看还是行散 心不散 因为刚才校长说 他们坐在一起 有一个团队的感觉 有一种共同学习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他行散 实际上每个孩子都在思考 每个孩子都围绕一个主题 在表达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贴近儿童 但是像我们这种学习 也有它的好处 因为在我们现在班额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的学习的内容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用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 能够比较快的 或者说能够比较有效的 让孩子获得一些东西 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空间的话 我们希望两者结合 你是喜欢坐在椅子上听课 还是坐在地上听课 坐在地上 我觉得那样更舒服一点 就是在自由的状态下 儿童的智慧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启发的 听完这位美克老师说的之后 你有什么想要问他的 为什么不多给一点学习的画面 就觉得他们每天都是玩的不学习 是吗 那是非常棒的问题 其实因为它是很简单的 我们做的 让我给你一个例子 如何你会学习 如果你想要学习 什么是这样的 变成是Egyptian 那些时候是很重要 做的事情 那些Egyptians做的 那是很不同 从读习的在书 或是在书上的书 或是在书上的书上 你会有很不同 和深入的解释 在做的 在书上或在书上 这样台下我们再介绍 一位今天请到的嘉宾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教育学的博士 坎为老师 欢迎他 听完我们刚才讲北京和伦敦 两个学校上学的这种 教学方法的不同 你怎么想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课堂当中 正在经历的一种 我们称之为范式的转变 那么这个变化呢 我们过去讲我们的课堂 它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特别注重教 我们注重那个对与错 我们注重那些好孩子的表现 但是你现在在这个课堂当中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跟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看到的 英国小学 它有它内核当中的一些类似的地方 英国的那个学校教育当中啊 可以看到它的理念 刚才麦克已经介绍过的 就实际上我们叫 Learning and Doing 就是我们的在做中学 这实际上呢 是世界教育当中 对学生关注 在学校教育当中呈现出来的 那个最典型的一种表现 什么样的作文课需要做这些事 又是什么原因 让它成为本周之星 请继续关注本期《城市一组一》 我是来自中关村三小的五年级九班的李中远 李中远 这是我的第二个新搭档 今天是这样 我特别拿到了他们学校的一个课程表 我看了一下呢 跟我小时候上的差不多 但有几门课我是之前没有上过的 比如说什么叫能力作文呢 能力作文呢就是在原来作文的基础上 这是更生动的一种 它有实验课 就是把实验的过程记录下来 还有我们的一些游戏 比如说扔沙包打鸭子 还有打篮球 踢足球 把这些活动记录下来 不像就是平常我们写作文那样 石板就是特别活活吧 把一些游戏活动记录下来 对 还有一些实验 这就叫能力作文 它是这样 我们用命题作文 但和那个不太一样 这个能力作文呢就是有一个情景 在这个情景当中 孩子们做了 经历了 然后再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 不是简单的记录 它是要有情节的 儿童在这里边去用 我手写我心 它有过体验 有过经历 再加上老师的一些指导 所以这样的它的 也属于一种做中学和儿中学的 这样的感觉 但是这个能力作文 它基本上还是围绕孩子怎么样 用文字语言去表达他们的生活 所以孩子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还有一个民族课 民族课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有这样一个课程的设置 这都主要讲什么这些课 五十六个民族的所有的知识 让学生能够认识到 就民族的历史 风土人情 主要是讲它的风土人情 讲这个民族的特点 就是我们中华大家族嘛 五十六个民族 怎么样民族之间的相互的理解 形成一个共融 在中关真三想的 做这个民族团结教育做了三年了 也是一个做的 比较有声有色的一个活动 然后就进入课堂 孩子们大概是一周有一次 另外我们民族活动 它还有每个班 在那个班队会上 每个班他们还要选一个族 我听刚才 牵手民族 牵手民族 对 你们听他讲讲 就是 比如说我们班牵手的民族是水族 就我们班可以挑出一些同学 自愿的自发的去跟这个牵手的民族 通过书信的方式 去跟他们交流 咱们这个民族课别的学校有吗 对 据我了解 像这样进入课堂的应该是不多 这是一个特色课 对 是 所以属于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是小学根据本校老师特长 所开示的课程 种类繁多 比如我们在中关村三小看到的明月班 民族手工艺班等等 有的课程设置实在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家看这间教室 茶艺教室 中关村三小的茶艺课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好 那我们一开始呢 好吗 拿茶盒 所以我们要用茶艺课一下 除了校本课程之外 学校里的课程还包括国家规定的课程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语文数学 这些科目虽然名字和以前教法一样 但是内容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地方课程 这种课程是根据学校在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 利用当地教育资源开设的 比如心理健康课或者信息技术课等等 这样的三级课程体系是在2001年 中国实施第八次教育改革之后出现的 目前北京所有小学校的课程 都按照教育改革的目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做这么一个调整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就是一个有效的教育或者说一个进步的学校 它应该越来越关注个体 关注个体的成长 所以要提供一些多样化的课程 来满足不同孩子的成长需求 在十年前我们有一个笑话 说中国的教育部长坐在办公室 他都能够准确地说出来 这个时间段一亿五千个孩子都在做什么 那就说大一统的这种课程 那在现在谁都不知道 这节课孩子们在学什么 我作为一个学校校长 我也不知道在这一时间段 我们学生在学什么 你比如像特长 就这个课程 我说不清我们学生在学什么 因为这是个选修课程 不同的孩子去选到不同的地方在上 所以应该说 这个大的背景应该是十年来 逐渐进步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很难说是从哪一天开始了 但是它确实在悄悄地改变着 学校的一些发展的一些状况 在伦敦 小学课程的制定是依据国家教学大纲 大纲中规定出学校的教学目标 包括学生通过学习应具备的能力 以及给老师明确教学方向 具体课程如何编排 则是根据不同学校的特点自行决定的 我这儿呢还有一张课表 这是我们英国小学五年级的一份课表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有语文 乐器课 应该就是我们的音乐课 差不多 还有拼写课 有数学 我有一个疑问 我要问一下麦克先生 有一个课是集会课 集会课是做什么的 Assembly是当时我们把所有的学生一起进入 中学校的学校 我们会祝福好工作 或是学生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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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学生会设计 和学生会设计 所以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分享 这次是在学生的感觉 这种感觉的练习的社会 通常的父母会来到 如果他们的学生会设计 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 在学生会设计 或许多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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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学生 所以许多余伟 许多余伟 有些非常好事 在她学校 所以可能如果她来 去联系会 我们想邀请她 好 麦克先生 我看咱们课表上 有一个美洲之星评选 这是在选什么呢 Now, Star of the Week is something a little bit special because in each class, one student will be nominated for Star of the Week and that's usually by the teacher. 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it's progress in academics, not achievement. So if you go from very bad at mathematics in a certain topic and make some improvement, but you're still not top of the class, you will get Star of the Week because at this age, it's all about progress, how you do. And then for the Stars of the Week, I will often call the parents of that child and say, your child has been chosen as Star of the Week and tell them why. So when the child gets home, the parents and the child can talk and share this good news. Unfortunately, often when the principal calls home, the parents panic at first and I have to say, and I know it's very good news. The basic break-up of the lessons that we teach has been like that since I arrived here three years ago. But the inclusion of things like Star of the Week and two assemblies have only been recent changes. And the reason these have changed is because we felt that we needed to recognise in the children progress, success, and include them in everything they do. And the assembly is a beautiful example. On a Monday, we can celebrate their academic success, their sporting success, and everything else as a collaborative unit, as the whole school. So the whole school can look up to the children who have succeeded and actually want to aspire to be that person. If you wanted a really good view of what Star of the Week means to a child, I think you should probably ask one of the children. 行,那我问一下同学吧, 你当选过《美洲之星》吗? 我上个星期选过 你上个星期是《美洲之星》啊 为什么会给你《美洲之星》的这个称号呢? 因为我的手腕骨折了 然后我上个星期还上学 我不哭那样的 那你是当之无愧的 美洲之星啊 好的 谢谢你 谢谢啊 这个非常的好 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目标 因为它这个呢 就是更鼓励了一些孩子 比如说一些学习不好的 这样它有一定的进步 如果老师有的 如果不是去 就是很快的去表扬它 它有可能就是会过一段时间 如果又衰退下去 如果就是说去表扬了它 去鼓励了它 它有可能还会往上提升 对 我觉得李同学总觉得非常好 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谢谢 好 这样 我们跟我们的坎博士交流一下 听完我们刚才两个不同的小学 它们的这种课程设置和变化 我觉得跟我小时上个学 简直是不是一回事了 我们刚才看了三小的 这样一张课表 那么这样的课程体系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现在这个课程改革的这个总的这个大的方向 实际上是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对学生这个发展进行培养 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了英国学校这个课 就这个课表它跟我们中国的课表是不一样的 它这张课表是为一个老师而定制的 这个是比如说五年级MG老师的这个课表 它跟我们的固定班的这个课表是不一样的 它是走班 因此它这个课表是为这样的老师他所对应的这个学生定的这个课表 它更注重对不同层次 不同能力水平那个学生的课程的那种针对性 这是不一样的那个课程体系 小学课堂为何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这五大奶多少钱 没有教科书的课堂又是什么情景 请继续关注本期城市一对一 又换了一位新的搭档 你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关村第三小学万柳部五年纪酒班的周末 很高兴来到这里 对 我们也很高兴在周末碰见周末 好的 今天呢 周末森三小的同学拿来很多他们的课本 你看 这有数学啊 我看 这是一本 这第十册是几年纪用的 这是我这个年纪的 五年纪的啊 五年纪第二学期 五年纪第二学期的数学课 我随便翻到一页 这有一道题 小红看一本故事书 第一天看了四十五页 第二天看了全书的四分之一 第二天看的页数恰好比第一天多百分之二十 这本书一共有多少页 我不会做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这个教材 呃 相比我小的时候上的那些 我觉得有点难度 您怎么看这个 已经在简化一些凡难偏就的东西 嗯 这是国家的 在这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当中 有很多东西啊 机械训练的 呃 或者是超出孩子的实际承受能力 嗯 嗯 比如说对计算的速度 对计算的凡难度 对一些技巧性的东西 已经在开始往下压缩 嗯 同时增加的是什么呢 是综合性的学习 嗯 增加的是儿童对一个问题它的想法 增加的是面对不同的问题 不同的孩子的教 不同孩子的理解的方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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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也在变化 但是总是一个过程中 嗯 多老师这个课本的变化我估计您是最有感触的啊 这个数学课本这么多年 你觉得变化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变化特别的大 您手里拿着这本书相当于还是老教材 但我们学校一至四年级已经换成了这新版本的教材 这老教材里边你看到很多知识 还是以这种纯题目的方式在呈现 比如要学个除法 就是第一就是谁除以谁 但我们现在新的教材 它把这些问题融合到情境里边去 比如说我们刚刚学过的 它的题目不叫什么除法 它叫精打细算 六袋这个奶多少钱 这五袋奶多少钱 它把题目融入到情境当中去 然后孩子们在情境当中在处理问题 它的兴趣增加了 老师们先开始觉得 好像知识点没有当初那么清晰了 实际上当老师教的时间长了之后 认真研读这教材之后 其实都融在里边了 这不错 这是新教材 你看封面就不一样了 对 你看里边的画也漂亮 里面有卡通人物 颜色也很鲜艳 卡通的一些动漫的形象 确实很好 刚才我看着老教材我就看不懂 新教材我一看就看明白了 你看 三乘五等于多少 十五吗 是吧 这很好算 这是二年级的 好嘞 我们跟迈克先生交流一下 看看这题你会做吗 你觉得这个教材写得怎么样 看看那些图画 啊 你们没有教材吗 啊 你们没有教材吗 那孩子怎么学呀 没有课本啊 因为如果你想要学习 一下мен一些文物 一样的程度 你舒服 いて多找有一步 和你几个文物 那样用小文物 用小文物 用小文物 或可能,像我, 想想深刻的问题 在前面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所以,一个例子的例子 可能是 如果有一个草莓的草莓 它是五公斤 十公斤 四公斤 这个草莓的草莓是不好的 每天天的草莓的草莓是不好的 how many days until the apple at the top is bad? Now, one good way to teach that, one very good way is with a textbook another very good way is with a box of apples or with a computer model of apples or, if you're me, just thinking about it allowing students to work on the area that suits them best is more useful, we think how would you like to solve that problem? 我一般就会用纯思考那种方式 实在不行就会用食物来想想 你觉得他们英国小学上课的这种方式怎么样啊? 我挺喜欢那种方式的 就觉得很有意思 能让我们自己来选择方式 咱们请教一下克里斯蒂安先生 就是在我来想啊 就是上课的时候是没有课本的 对于老师来说还好一些 对学生来说没有课本 这个怎么学呀? 我们的教育是团队 where we give the class teachers 没有课本的这种方式上课 在英国的小学是很多年都一直是这样的吗? 我在学校上有用的课本 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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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今天小学这个教材应该说比十年前 甚至比最近几年应该有很大的变化 它真的是把学生生活当中的经验 结合到了这个课本当中 看到卡通的动画 看到他和生活相联系的这些事情 这对学生的思维的发展 对他解决实际的问题有很大的好处 英国的教材的这种使用的方法 这是跟他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在88年英国教育法之前 老师教什么怎么教 用什么样的教学的内容 这个都是老师有很大的自主权的 英国的这种方式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从88年以后慢慢慢慢开始收起来 这样的一种教学的自主权 教什么怎么教 它有着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规定 但是我们仍然在课堂当中 可以充分地看到 教师们在所教的内容的选择上 它有它很大的自主性 实际上它的这种测评体系 又使得教师在课堂上 它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 谢谢 小学生每天要用多长时间完成作业 又要经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考试 请继续关注本期城市1对1 又换了一个新的搭档 你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来自北京英国学校 我的名字是Mina Mina 欢迎你 你今年上几年级 五年级 五年级啊 我问一下Mina 你平时回到家之后 会用多长时间写作业 半个小时 那半个小时就写完了 那其一时间就干什么呢 其他时间 平常我会去朋友家 或者朋友会来我家 或者我会读书 行 那我问一下同学吧 穿运动服的同学 戴眼镜的同学 好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董一郎 我是中关村第三小学 中关村部五一班的一名学生 你觉得平时作业写起来多吗 平时作业应该不是非常的多 就是最多一个半小时就写完了 一个半小时觉得还不多啊 这已经我觉得应该很少了吧 那最多的时候 会需要多长时间能写完 最多最多最多的时候 三个多小时 我一般到五年级 就再也没写过三个小时的作业了 三年级的时候老写三个小时 试字都得写 那个试文书上的 试字都得写 谢谢谢谢 刘校长 咱们的作业现在听起来比以前少多了 刚才孩子们说以前三个小时 现在一个半小时就做完了 看起来还不错 在每个班每个孩子个体不同 但总体啊 我们作业显然要比英国学生的作业要多 总体是要多 但是总的发展趋势 现在比过去是要少 那么未来的趋势呢 我们也希望再少一些 再精一些 当然了 质量还要能保持 对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那么少做写作业 那这里就有一个质量观的问题 迈克先生 刚才呢 Mina说作业也不多 半个小时就可以写完 他们的作业一直都是这么少吗 At that grade level Yes That's about right 30-40 minutes a night As the students get older and they get close to their final exams Obviously there will be more But our philosophy on homework is as Principal Lou says Make it interesting Make it useful Make it engaging I think Principal Lou is right In general a British school student Would have less than 作业呢我觉得 反正咱们现在越做越少了 那总算是让孩子们 能稍微轻松一点 更多的时间可以去 读一些课外书啊 做一些活动 挺好的 这样 其实现在呢 很多孩子也关心的 就觉得压力更大的是 考试的问题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考试啊 它有期末期中 还有小学的时候 还有升学考试 那现在好像据说没有了 也有 现在还有小学的升学考试吗 它不叫升学考试 叫毕业考试 毕业考试就是个水平测试 不是选拔测试 我问一下那位同学嘛 那位穿运动装的 那位小姑娘 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王毅霖 来自中关曾三小万柳部 五年级酒班 你现在上五年级 每个学期会考几次试啊 每个学期好多好多 分学科 每科就有 每个学期就七八次了 那你有没有算过 比如说这一学期下来 大概大大小小的考试 有多少次啊 三十多四十多吧 差不多 反正我们班是这个情况 四十多次你觉得 你能应付得来吗 这考试啊 我觉得 如果认真听的话 不是特别难 现在来说 比我小的时候考试真是多多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考试 大概就是期末期中 最多加一个小测验 就几次而已 跟社会有关系 跟社会 他们上各种各样的班 也需要选拔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教育的事情 远不仅仅是教育内部的事情 学校的事情 也远不仅仅是学校一方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个学校的进步 一个教育的进步 它需要全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共识 来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他的环境 您是说就适合其他方面 给孩子给家长有一些压力 对 当然也和我们中国的大背景有关系 所以如果脱离这个背景 单独谈这些话的话 那我们都会非常理想地去讨论一些事情 对 在英国 小学生也曾面临巨大的考试压力 从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 英国11岁的孩子 需要通过小学毕业考试 来决定下半生的职业去向 考试的科目为语文和智力测试 如果考试成绩理想 就能进入中学就读 很多人认为这套模式极不公平 明显的一点 就是由于11岁女孩的学习成绩 远高于同龄的男孩 这种考试制度 必然大大限制男孩们的未来发展 由此引发的争议和分歧 推动了英国的教育改革 到了1976年 英国绝大部分地区 都废止了这种 一考定终身的制度 11岁考试依然存在 但不再具有那种决定性的意义 我问一下米娜 你一学期会考几次试啊 应该是第一次 还是八次 还是九次 不数嘛 平常不数 就七八九次 是吧 难吗 考试难吗 有时候比平常难一点 但是不是那么难 问一下克里斯丹先生 米娜的这个考试啊 没有中国学生那么多 他觉得学下来七八次而已啊 你们是专门这么设定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次数吗 还是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概念 我們嘗試移動太多的重點在期末期的測試 因為它會壓力在孩子們 而是他們在這裡或在這裡 而是我們喜歡想想 每個孩子的學習是一步的一步 我們只需要知道 在那步的一步 所以我們在學校的學校 可以在學校看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從教授看過肩膀 可以在學校的學校 可以在學校的學校 问一下坎博士吧 现在这个考试的很多人 都觉得压力特别大 从家长到孩子 他们觉得这有可能是决定命运的时候 我说的当然是重要的考试了 当然这些重要考试 都是通过那些大大小小的考试 累积在一起的成为这种压力的 这个您怎么看 这是目前我们中国现阶段 你无法摆脱的这种痛苦 因为社会各个行业的这种激烈的竞争 从整体上来说 我们常常说英国的发展 它现在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 它的主要的领域 主要我们说是 它是服务业为主的这种生产的特点 而我们国家 当然在北京 你还可以看到它经济的那种发达 你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你到二线三线城市去 你仍可以看到 它处在工业化的转型当中 那么对这些城市 这些地区的学生来说 升学的压力 竞争的压力就特别大 我们常常说 社会的根本的这种推动 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只有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展 才能使得它的教育 它的社会的其他的方方面面 产生相应的变化 也就是像刘社长说的 现在正在转变 那么可能这个时期还会比较漫长 但是应该相信这种转变 一定它是会逐步形成的 我问一下迈克先生 就是你觉得 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的制度和方法 是适合这些孩子的 I think that there is no one single study system for every pupil because everybody is different all the time but if you have a consistent set of expectations that you will do the best that you can do 刘校长 这个问题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就是迈克先生谈的我完全完全同意 实际上说白了就是 他真的你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制度 适合每个孩子 但是一个好的文化 却可以让每个孩子 有他发展的空间 那就是最后讲的这个文化 一定要包容性的 开放性的 支持性的 教育要给的孩子 是这样的一种环境和文化 那就应该能够实现 我们的一些教育理想 好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讲得非常好 今天我们节目在开始录制之前 我们给同学们发了一些卡片 让他们填什么呢 填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小学生活 是你向往的 我念几份 这位同学叫陈雨昕 他说我认为小学生的生活 应该是没有太多负担的 课程是多姿多彩的 有独立的学习空间 没有太多作业 充满快乐 还有的同学写 我希望小学生生活 就是老师让学生做课堂的霸主 并且作业少一些 这样我们可以探索 生活中的更多的奥秘 还有一章我要念一下 他写了四个大字 无忧无虑 今天北京和伦敦 两个学校的老师同学 在一起讨论我们的教育问题 其实我们并不是做一个简单的 哪种制度和方法 高和低的一个评价 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土壤 就会长出不同的树苗 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经历摇摆 分叉 曲折 但它的总体方向是一直向上 有一个基本的观念 是两方都可以达成共识的 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 最后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成为一个人格独立 思想自由的人 所以节目最后 我们衷心地祝愿 我们的孩子们 同学们 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希望你们都又拥有一个 开心的童年 好不好 谢谢你们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程序一对一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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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